荷蘭豆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多菜小肉的家常菜 荷蘭豆 材料是荷蘭豆 乾雲耳 白盒 洋葱 紅蘿蔔 薑 蒜 如果是成素的可以不加蒜 現在把荷蘭豆洗乾淨 把荷蘭豆洗乾淨後 折一折 在尾部折 拉一條筋 然後再 拉在這邊 用水浸軟洗乾淨 把荷蘭豆洗乾淨後 撕下鍋水 將荷蘭豆放在水裡 把荷蘭豆放進水裡 把荷蘭豆放進水裡 因為乾貨 會有點硬 把荷蘭豆放出軟 把荷蘭豆放進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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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萝卜切片 红萝卜切片 8盒买很多泥 洗净 把两头披一披 可以把它一反一反地撕开 现在先制作一个汁料 这里大概三分一碗的水 加1汤匙的蚝油 1茶匙的生抽 1茶匙的糖 1茶匙的生粉 少许的麻油 把它拌匀 现在开始炒这个菜 烧热过锅 加少许的油 首先爆香 蒜蓉和姜蓉 闻到很香的蒜蓉味 加入洋葱 炒香 洋葱 后加入红萝卜 加入红萝卜 加入鱼鱼 加入鱼鱼 加入荷蘭豆 肉拌匀 加入蒜蓉的淀粉 也加入蒜蓉 加入蒜蓉 大约1汤匙的蒜蓉 加入草酒 加入蒜蓉 加入蒜蓉 使用蒜蓉的蒜蓉 加入蒜蓉 加入8盒 荷蘭豆的顏色很脆 加入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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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均匀 醬汁就可以了 做好了 上碟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多菜小肉的家常菜 是清炒荷蘭豆 喜歡的朋友可以試試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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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紫 Coast 댄子 吃 是 宝小 梅